休斯顿火箭目前和球队的中锋卡佩拉之间的谈判仍然是非常不顺利 火箭最多愿意给5年8500万美元,其中还包含500万的接力奖,最多可以得到9000万美元 而卡佩拉一直想要的是4年1亿美金,平均年纪完2500万美元和雷霆的要当思一样 只要火箭非常头疼,目前双方仍然是在博弈,谁也不肯退让 但火箭也没有因此而闲着,他们仍然在通过签计,来给卡佩拉制造压力 就在今天,火箭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火箭记者Jonathan Feigen在Twitter的最新报道 火箭已经计划签下中锋以赛亚哈尔腾斯泰因,双方很有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以赛亚哈尔腾斯泰因是2017年火箭选中的二轮秀 在上赛季他并没有和火箭签下一份正式合同,连双向合同都没有 他一直效率于发展联盟独舍队,场均出场18.7分钟,得到9.5分6.6篮板 今年夏天他也参加了夏季联赛,场均出场21.9分钟,得到10.3分8篮板,2.3盖帽 出生于98年,今年才刚满20周岁而已 在去年刚刚进入NBA打夏季联赛的时候,哈尔腾斯泰因非常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表现并不出彩 但是在发展联盟练集一年之后,这个小伙子终于是找到了在德国打球的感觉 在这次夏季联赛中,哈尔腾斯泰因表现凶悍,不仅进攻端侵略性十足,篮下终结能力也很出色 下趴扎实,还能自己作名,防守端也是几乎不失位,可以大方小 对抗能力出色,从他长距2.3次盖帽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防守阵设立,哈尔腾在德国时,被独行下的领袖路维斯基,称为是年轻版的自己 并对他的未来非常看好,身高2.13米,体重已经达到了110公斤 这个小伙子在签约之后很有可能会代替内内的位子,出现火箭5号位的替补 如果火箭和卡佩拉弹崩的话,在为了哈尔甚至可以成为火箭的5号位第一人选 成为张姆斯·哈尔和克里斯·保罗新的吃饼小弟 而且哈尔和中国球员周琪的关系也是极好 两人上赛季在独蛇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为此方面两人也不一样,不会因为竞争而导致关系变强 因为周琪的母版是防守夹强版的莱恩·安德森 一般是作为四号位来使用,作为拉开空间的大个子 这是火箭主教练德·安东尼,早就为周琪量身兵制的位子 如果在未来,火箭摆上哈腾2.13米,加周琪2.17米的T5双塔组合 那真是看点十足,而且火箭真的已经老了 哈登快30了,保罗33了 火箭在上赛季曾是联盟第二老的球队 甚至比马次还老 他们需要培养一些年轻人成长 并注入一些新鲜血液